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佩文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政評論員 王友群文章於大紀元首發 近日英國議員前英國衛生部長 菲利普·亨特·芬爵 提名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為什麼亨特要提名這個醫生組織 因為他認為這個組織的行動 是深入 直根於促進醫學倫理和人類尊嚴的信念 他說活摘器官的行為是令人發恥 是一種非常非常可怕的犯罪行為 人是必須要抗議必須要宣傳 直至跟隨這一種可怕的行為 在反活摘器官的過程中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是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張諾貝爾和平獎授予該組織 不僅是會幫助提高人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關注 還會打擊 器官移植旅遊的所有努力 產生的積極影響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的總部 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非營利組織 是由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專業領域的醫生組織 主要是為了醫界和社會提供 有關不道德和非法活摘器官的客觀證據 該組織出版了一本書 名為國家掠奪器官 器官移植在中國被濫用的黑網 17年來 該組織一直是致力於提高 人對中共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暴行的認識 除了發佈研究證據之外 這個組織還定期舉辦各種研討會 發起請願的活動 呼籲聯合國採取行動 2024年的1月 在110名議員、醫生、學者和民間團體的支持之下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呼籲聯合國針對中共活摘器官的行為 設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 自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在美國首次被披露出來之後 包括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在內的 多個團體、專家、律師、記者 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獨立調查 不出的結論是 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不僅是客觀存在 而且是持續至今 並擴展到維吾爾人、西藏人 有關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調查報告 海外已經發表了很多 其中包括 第一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製作的影片 鐵證如山共32集 第二 韓國最大日報社 朝鮮日報旗下的朝鮮TV 推出的紀錄片殺了才能活 第三 加拿大人權律師 大衛喬高 大衛蜜塔斯 美國資深調查記者 醫生郭特曼 2016年6月22日 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聯合發布的 《血腥的器官摘取》 《大屠殺》 更新版 2022年3月22日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和CAP信仰自由組織 聯合舉辦了 21世紀星級的 侵犯人權行徑 受到國家支持的 強摘器官罪行 影片研討會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創辦人兼 執行主任 特雷醫生第一個發言 他說 在過去的16年當中 各種的調查人員和研究人員 收集了有關中國器官移植系統 和強摘器官罪行的壓倒性證據 並且發現 中國的器官移植市場 過度依賴出售器官的收入 並缺乏透明度和可跟蹤性 而且中國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 與捐贈的數量是不成正比 落差非常之大 在得到來自法輪功學員 和非法輪功學員的可信證據之後 他們得出的結論 中國器官移植市場的器官 主要是來自法輪功學員 特雷說 中共當局偷偷摸摸 將殺害法輪功學員的權力 從法庭交給醫院 並且成功建立了一個 依賴於豐厚利益的器官移植系統 自行推動殺害法輪功學員的機制 只要是有器官移植旅客需要器官 這個機制就會自動運轉 中共通過允許器官移植旅客 進入了中國大陸 將這個罪惡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這個過程中 殺害法輪功學員的私惡者 將世界各地的人都捲入了 他們消滅法輪功的罪惡之中 特雷最後表示 人類是必須做出選擇 對這件事的沉默 就是等於默許了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繼續發生 只要我們擁有自由 我們就有權做出選擇 和打破沉默的權利 支持法輪功 其實就是為我們自己選擇美好的未來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 1992年5月13日 由李鴻志大師 從中國東北的長春市傳出 因為拘病健身淨化身心有其效 迅速傳遍傳過中國 傳到全世界 1999年7月20日 中共獨裁者江澤民 因為擔心信法輪功的人太多 會危及他的權力 動用全部的國家機器 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 至今 這場迫害已經是持續了將近25年 但是任憑中共 將古今中外最邪惡的流氓手段 都用盡 也都打不到法輪功 不僅如此 法輪功頂住中共一起的狂風巨落 洪傳到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 非洲的156個國家 為什麼? 因為法輪功不是一般的器工 而是佛法 佛法全世的目的是為了救人 法輪功洪傳於世32年 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福音 已經是傳遍全球 但是中共卻不擇手段 不惜代價 不計後果這樣迫害法輪功 將近25年 尤其是中共是以大規模 活習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方式 企圖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 對真善忍的信仰 這個比起上世紀30年代 希特拉屠殺猶太人是更加野蠻 更加血色 更加殘暴 令到人臣為之共憤的暴憾 其罪之大用罪惡滔天這個詞 已經是不足以形容 中共迫害法輪功25年來 面對中共對道德與正義的 無底線的踐踏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面臨著 是非、是惡、正邪的抉擇 經過全世界 法輪功學員持續不斷地說真相 無論在中國大陸 還是在海外 相當多的人明白了真相 選擇站在對的一邊 善的一邊、正的一邊 反活摘器官醫生組織 從他成立之日開始 就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17年以來 該組織辭之以行地揭露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今天這個組織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在我們來看 也是良善之人 對該組織維護人類道德 與正義的充分肯定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